嗨 我是劉仁 今天為什麼在這個場景拍攝呢? 你也知道最近還是少出門拍拍照比較好 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家冰箱裡永遠都會囤著的一樣食物 我就不賣關子了 就是這個 家鄉味海鮮水餃 中午會開始包水餃 包完之後下午冷凍 然後四點半開始賣 賣完就沒了 跟你講喔 他們家的蝦仁高麗菜真的是超好吃 然後他們有很多口味 就是最基本款的鮮肉高麗菜 然後還有韭菜 然後夏天是護瓜 冬天是蘿蔔的 剛講的那四個口味也有有家蝦仁的版本 然後另外呢也有無大提高麗菜 還有鮮肉玉米 那我們就現在去煮水餃 いきましょう 因為呢我就是一個非常沒有耐性等水滾的人 所以我通常就會用這種筷子弧 先把水煮滾了 當然呢因為我很懶 所以我通常就是丟下去 然後加一次水我就會起來 可是其實煮水餃的完美煮法呢 就是等水滾了之後 加一杯水進去 然後再滾了之後 再加一杯水進去 再滾再加水 就是重複三遍 你就會煮出最完美的水餃 我今天會照這個方式煮 完美的水餃就是需要搭配完美的醬料 剛好我哥是醬料系的 所以就挑選你看 第一個是要加醬油膏 加多少 隨便 隨便最難了 好 再來是醬油 我們家用的醬油都是 馬來西亞或泰國的 那這種醬油是很鹹的醬油還是哪一種醬油 比較香 豆味比較重 不會很死鹹 好的 然後還有醋 黑醋白醋都可以 我們比較喜歡吃甜一點的口味 所以還會再加一點糖 所以醋就加比較多 好 OK 你真的是各種隨意耶 大家就是絕對做不出來同樣的東西 接下來是花椒油 有喜歡吃麻辣吃辣的人就可以加這個 那不喜歡吃的人就加香油就好了 加花椒油超好吃 一定要試試看 可是很少人家裡會有花椒油吧 嗯 對 香油油加一些就好了 我是一個超台灣式堅果類的人 可是這一罐辣椒超讚 滿滿的堅果 加爆加爆 可以加多少加多少 多加一點 好 就這樣嗎 嗯 用就好了 完成 我真的很不會對焦耶 我早上煮了四個口味 我早上煮了四個口味 通常只會買蝦仁高麗菜 只是想說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就買了其他的口味一起吃吃看 但是因為我全部一起煮 所以我現在有點分不出來 哪一個是哪一個 我只看得出韭菜 所以我現在 先吃韭菜好了 平常其實不太愛吃韭菜 他為什麼不對焦 這樣有嗎 我不知道耶 你手拿回去這樣子擺在後面啊 你說王沒手啊 這樣 他的大小就是 算是一口塞非常剛好 不是那種超級Super Big的水餃 但就是不會覺得他小顆 形狀是有點皺褶 我直接把他的蝦仁揪出來給你們看 他的韭菜不是那種很嗆的韭菜 切的也不算細緻 但不至於會讓你卡牙縫 我平常不是一個很愛吃韭菜的人 但是這水餃他整體蠻香的 蝦咧 好脆喔 不像是那種泡過澎沙的 就他沒有那種化學的怪味 他的麵皮是屬於那種 微微Q度有咬勁 但又不是那種你要嚼超久的口感 然後有一些麵粉的香氣 蘸一下我哥條的完美水餃醬 你看 好香喔 蝦仁真的很大一隻耶 就他的水餃那種很飽滿又扎實 你就一口咬進去就滿滿的都是料 有一些有加蝦仁的冷凍水餃啊 他們都是就切超 所以睡到你根本不知道蝦仁在哪裡 甚至你還會以為是蝦米的那種小肚 他就是一隻直接放進去 而且又是口感很好的那種蝦仁 我已經把盤子裡面看起來很像韭菜就是綠色都吃掉 剩下的就是全部感覺都是同一種 所以我也要吃了才知道是什麼口味 來吃一個我猜他是蝦仁口味的好了 沒錯是蝦仁高麗菜我最愛的口味 高麗菜甜又有蝦仁的甜 然後他的高麗菜不是切得超超超 所以他是有一點點大小的 所以你可以咬得到他清脆的口感 其實我本人是一個醬料怪獸 任何東西只要發明油跟醬料同一組 我自己一定要加醬 但是呢他們家的水餃 我覺得不加醬原味就已經很好吃 然後他每一顆形狀都是很有皺摺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吃有摺痕的水餃 因為像這種扁平水餃 就是一片水餃皮 然後料放在中間然後對著 然後把邊壓起來那種 我就覺得無聊 很沒口感 有皺摺的水餃就是口感覺得比較豐富 來吃下一個 米漾不知道什麼口味的水餃 這好像是鮮 喔鮮肉蘿蔔 他的蘿蔔是切有一點點絲狀的 蘿蔔口味是冬天限定 夏天的話就是護瓜 對護瓜的沒什麼印象 蘿蔔我剛吃他的水分跟口感是很好的 咬第一口然後開始咀嚼之後 才會有蘿蔔的味道慢慢散發出來 第一口吃下去你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 就覺得是鹹肉口味 就是要咬一咬才會有蘿蔔的味道 豬肉咬久了會有一個甜味 蘿蔔很香耶 他們家內餡的調味都不算重 你可以吃得到很天然的味道 很多冷凍水餃會有豬肉臭 可是他們家完全不會 因為他們家水餃算是很新鮮 我現在想要來尋找玉米 因為我好像我沒吃過玉米 拿一個 這隻玉米耶 好可愛喔 它玉米很多耶 有說呢就是很玉米 我覺得小朋友會非常喜歡這個口味耶 很適合幫小朋友帶便當 單吃一粒玉米看看 水餃皮很好吃 越嚼越香 它水餃裡面也算是蠻有水分 蔬菜之類的水分 很堅甜 我是一個可以整天宅在家裡的人 我又很懶 所以水餃對我來說是一個超棒的東西 我就可以中午一起床 煮個冷凍水餃 可能再加個味噌湯 解決午餐 然後晚上到的時候還是吃水餃 但是就是可能煮成尖餃之類的 而且最近防疫不太敢出門的話 在家放了幾包 非常讚 皮包餡多 湯汁煎 不知道你們吃水餃有沒有習慣要沾醬 因為它本身有 我哥哥說 你在下面留言你吃沾醬派還是不沾醬派 然後我想喝給你要 為了就讚 現在很高興它真的好好吃喔 其實我是那種 沒辦法同一個東西吃很久的人 但是家鄉餵水餃 我從國中吃到現在都不覺得膩 有時候上班帶便當帶這個我就覺得超開心 冷帶也超好吃的 咬到蝦仁那個當下真的是覺得太幸福了 我平常其實都是隨便亂煮 熱水燒好呢 我就丟進去然後就不管它 我幾乎沒有把它煮破過 就是隨便亂煮也沒有煮破過 你看它的蝦仁 最後一顆的 不會過韌 它的高麗菜真的是看起來就是很新鮮的那種高麗菜 很翠綠 家鄉餵海鮮水餃 真的推薦大家 真的是可以成為你接下來的人生冰箱裡都一直要有的東西 不知道吃什麼時候就可以煮來吃 但我一直搞不懂它的營業時間 我搞懂之後我會在資訊欄貼給你們 然後我其實也不知道它有沒有栽培 喔唷 讚耶 反正就很推薦大家去買 然後完全可以成為你家的防疫最佳良食 影片就這樣子 沒事了 掰掰 那如果你也有心目中第一名的水餃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薦給我